王爷 参见王爷 起来 你们看着王子来这干嘛 王爷 王儿口吐白毛又昏死过去了 王爷 你要快点下个法子 传草御医 在 叩见王爷 你是想等王子死了再下针吗 扎心剥落这一针 位在心脏旁边 奴才苦伤王子性命 所以迟迟不敢 下去 是 你这个狗奴才 诺大的京城 就没人能扎这一针 有 我真御医念不生 起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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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银两留给你们 拿去用吧 夫人 我们不要 我们愿意跟随老爷夫人 夫人 快走吧 老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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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兵王爷 聂浮生逃走了 王爷 王儿 他死了 聂浮生 我要你碎尸万段 让你烈士针灸 灭绝人间 你碎尸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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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爷的父亲 习生早已特备清静所在 让先生暂断陈祸 多谢 大师 什么清静所在 小孩子 别多嘴 跟我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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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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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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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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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耍后啊 真好玩 快 你们看 干什么 起来 过来 搜过了没有 里外都搜过了 没有啊 打脚了 打脚了 不送 慢走 屈心拾腹 气沉丹典 用一粒灌双掌 清擦皱纸倒磨皮 看起来简单 却是内功的重要基础 却是内功的重要基础 是内功的 是内功的 小平 你师父要走了 哦 时机已成熟 小时平交雅玛和尚 箭字速到武汉 小时平 导臨 我们在庄内 词 抹诈 我们在庄内 有些少许 空相 有些少许 一件 是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十年之后,赴武昌继续革命大业。 拜见师父。 一动手动,潜入浩瀚江水,推动艰难,人身有四脉十二经,三百六十五血,大血有一百八十,其中死血三十六,小血二百五十七,主掌七十二重经脉,此为行经认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日教你运镜隔空点穴手法。 点穴是我国最高深武术之一种,举手运镜只向穴道射出。 则其血利弊弹,弃血阻塞,四体百脉受其牵制,不能转动不能生息,要施法解血方可复原,一可运气贯针,任血针灸,则对针灸医术事半功倍。 师平,明天你就要离开师门,我再提醒你,与人治头部和心部之病,至关生死,夏真是千万要慎重。 确计,但能杀人不能生人,临报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中山先生策划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罗茨博士,大总统的病。 一时很难确诊,不过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请夫人放心。 大总统,你放心,张总长已经去请黄世平先生了。 你放心吧。 就那个江湖医生啊。 听说他很有本事,用金针和气功治好了不少疑难绝症。 张总长的风瘫病就是他治好的。 文革爱纸病认 Whilst 声道上班 东方挺残 OP 服务者﹝行民 书柔和气功绅 WING TOO 拜托ระ请了 报告大总统,张总长和黄实平先生到。 快请。 是。 邮请。 邮起。 。 大總統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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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請, 謝謝 黃先生, 你能治好大總統的病 賞你兩萬年元 試試看吧 还要试试看吗 没有把握谁敢给大总统治病了 大总统 黄先生没有把握是不敢来的 你放心让他治吧 他有把握吗 怎么样 好了 只要能治好大总统的病 加倍赏你姻缘 您放心吧 中国人也会医脑病 大人 你看 黄先生 黄先生 他在干什么呢 您知道 您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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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病还是看西医的好 楚洋人 你怎么能带着这种西洋镜 看中国人 我说的不对吗 我们回去吧 太太 我就是黄世平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病 不 我没有病 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那种人 先生 要开刀吗 不要 要脱衣服吗 能治好吗 先生 我上有老下有小 万一要是有什么 先生 你放心 不会有事的 请到那边坐 诸位 今天有好戏看了 我去我德国医院 那杨医生说是鲁庸 不开刀会烂死的 不要紧的 会好的 疼不疼 不疼 不疼 我已经下了针了 你有什么感觉就告诉我 先生 有点麻 酸酸的 不过 不疼 不疼 哎呀 真神 好了 你起来 我都回来 真的不疼 真的 我骗你干什么 快点去谢谢人家 快点 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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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的头疼病 他两针就能止疼 鲁庸非开刀切除不可 黄世平几针下去就好多了 真是不可理解 老师 他用的是魔术 不是科学 医不好的 大同学 如果你感到压力太大的话 我想把黄世平请到医院里来 老同学 你真聪明 三十六号列队迎兵 是 排队迎兵 好 念佛圣 好 好处理 快点把妮佛圣交出来 要不然我叫你人绝妙空 我真是不明白 他不在这 我真是不明白 在这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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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救死他 救死他 请你速离本事 救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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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放宝宽 小云 小云 快告诉你爹 快 爹 在塔里 爹 快走 快去找你娘 爹何生 抬起头来 看看我是谁 今天你插翅难飞 娘 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去找你爹 王爷 你疯了 你的清王朝没有了 现在已经是袁世凯当政了 我不管他什么严世凯 我要给我儿子报仇 娘 小云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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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叶虎胜 快起来 快走 爹 舅云 宁娘呢 债瓦头 叶虎胜 老爷 你没事吧 叫船家开船 快开船 谢谢各位的光临 略备水酒不成敬意 我敬各位一杯 谢谢 干杯 请 各位请随便 随便 罗兹博士 你也来喝一杯 我想来领教你的魔针 罗兹博士 相请不如偶遇 请进去喝一杯 看金针治病的机会多得很 请 谢谢你的邀请 不必客气 黄先生 德国医学文明于世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请派人来通知我 不必客气 罗兹博士 我们中国的医学也很深奥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我一定会效劳 谢谢 告辞了 再见 再见 总长 我想去接我师父来 和我一起生活 当然好了 请问师父 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冷冷清清的 师主我也不知道 我一来到这儿就是这样子了 看来 黄先生 真的,如果你进了我们德国医院 用中国话来说 那你就身价百倍了 到了你们阳医院 我就不会治病了 师父 莲子汤做好了 您趁热吃吧 我怎么也不相信你跟真能够治病 你注意看他玩什么魔术 你放心,我有办法 你是什么医生啊? 黄世平一来你就吓得连招牌都拆掉了 你真什么事 别吵 我不吵 我别要吵啊 你就会对我凶 将来连老婆都养不活 替我打听一下黄世平玩什么魔术 我会有好处给你的 索妮卡,你虽然当了副院长 但是你曾经是我的学生 希望你致力于医师研究 不要学蒙哥尔那一套 老师 为了我们德国医学的利益 我认为能击败我们的对手 就是骄傲 好 我肯定不认为能够击败 你真是不认为你的轻换 我们只能用科学来对付黄世平的魔针 绝不能使用其他的手段 医学是不分国籍的 老师 我很钦佩你的学问 但是为了我们德国医院的声誉 有些事情我也很为难 好 你会后悔的 先生捐助的那笔钱帮助了沙场的成立 总长严重了 将来不知道会造福多少的国人 不过这件事情也受到了无知之辈的攻击 像这种流言蜚语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有的 我实在担心我师父 还有我师母和师妹他们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张总长 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们 我明天就到南京去 顺便打听一下他们的消息 谢谢总长 不客气 总长去南京有什么事 最近我表弟病重 要不要我一块去 先生愿意同去求之不得 总长 我们到南京已经好几天了 怎么还没有见到你表弟呢 我哪来的表弟 我是想让你避避是非而已 听来的 你最近一直为这件事愁眉不展 真没想到一个那么有休养的中国医士 竟然一声不响的离开了上海 大家坐会吧 好的 开报 开报 听到今天的机会 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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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愿意识黄石瓶返回上海 这才是真正的黄石瓶 慢点 小心 黄医生 什么事 我家男人不知道怎么了 腰疼的厉害 麻烦您给看看 求求您了 你不用着急 马上就来 谢谢您 好了 谢谢你 就在外边 师傅 你不要意他 他就是上次罢 你那个人 好 去这边 不是这边 这边 你们两位 还这边人到草坪上跑几个去 你放心好了 不会有事 好 不行 黄先生 不行 这种腰伤不能乱动的 要静卧热敷消炎止痛 快停下来 快点 快点 还要是能够马上去 那真是奇迹 走快点 快 姐姐像马戏表演 快 再快点 快点 停 把它放下 好了 下地早早 怎么样 不疼了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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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放开他 让他自己走 小心 不疼了 我不疼了 我不疼了 不疼了 黄先生 我不应该看不起你的金针 我 我对不起你 起来 你再走走 好 好 好 黄先生 我们走走 黄先生 请问你治病的道理 我国针灸大权医书中 划有记述和记载 针灸大权 黄先生 这片金针能不能送给我 谢谢 叶浮生的女儿在哪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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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快走 好像有人跟着你了 你啊 过来 请坐来 客官 谢了 谢了 借光借光 来啊 二算账啊 来 客官 要点什么 两个馒头 两碗茶 两个馒头 两碗茶 走了 再见 馒头 茶来了 谢了 客官 谢了 那边 是 这位大爷 行行好吧 您吃点 我看 来 客官 请坐来 少爷 小姑娘 还起头来 客官 来 快呵呵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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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哈哈 简津 呀 多谢恩人相救 娘 躲开 来 这个聂夫生的余孽 我今天总算找着你了 还把孽氏针灸秘籍给我交出来 邱云 娘 走开 走开 娘 快走 走 孙伦 孙伦 你别打了 别打 师兄 徐母来了 徐母来了 客官别打 徐母来了 徐母来了 请请 师妹 师父和师母的死 我非常伤心 也真没有想到 师妹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没有 这是爹的遗书 师平 师父一身贫寒 没什么交给你 只能教你医术和武功 今后 你要以解除万民忌苦为己任 我即将离开人世 无所牵挂 唯一只牵挂着的是你师妹 此信交给你时 我把邱云也托付给你了 我要完成皇室针灸大权 暂时先不能谈儿女私情 师兄 我明白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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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有胆量赋予 为什么不敢 我谅你也不敢杀我 你要的针灸密集 我还没找到呢 你这个孽种 存心想骗我是吗 我要你的命 慢着 你再给我二十天时间去找密集 怎么样 好 你如果骗我 我要你跟黄世平都碎尸万段 你等着吧 二十天后 我在青龙山等你 好 亲爱的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什么 你看看 针灸大城 你看看 你这里环境不熟 下次出去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没什么事情 等贤之辈 等贤之辈不是我的对手 有个疯子 他要我 每隔十天半个月去替他看一次病 这样 那你先把他带来 让我给他真挚一下 他很固执 他不喜欢别人看 好 你 你 我找到了 你看看 坐下 你看看 中国明朝就有运动讲真的病例 在运动中让病人的肌肉活动 猛然刺激病人的神经 靠病人自己的力量使关节腹位 这就是科学科学 你怎么会这样 有道理 我想 人身上最敏感的是神经 被压迫的神经复位了 其他的疼痛是可以接受的 亲爱的 你真了不起 你今天怎么这么夸奖自己的丈夫 你没有妒忌 我有偏见 偏见是可以改正的 我马上去找黄先生 这么晚了还去 我的心不能平静 那我陪你去 好 罗斯博士 黄先生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黄先生 罗斯找到了针灸大城 对 针灸大城 中国的针灸科学 罗斯博士 我敬佩你 我说老同学啊 你不要被中国的针膜给迷住了 我听他对门的人说 他家里还经常闹鬼呢 黑影冲冲的 在屋顶树梢上跑来跑去 如果你想平衡一下心理 可以跟太太到柏林去玩几天吧 好 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没有心理上不平衡 也不需要到柏林去度假 尹尼 蒙盖尔让我和黄先生 共同研究张经理的病 亲爱的 蒙格尔和索尼卡不是看不起黄世平吗 他们到底是医生吗 他口吐白沫 你准备怎么治呢 我准备在他的心包落上下针 在那下针 请 就是这儿 心脏是进去啊 我们的手术刀还不敢接近 心脏周围我也没有扎过 心包是心脏外胃 病确于心 首先侵犯心包 故治心病要从心治起 但心脏周围重穴密布 偶一下针不慎 轻者重伤 重者致命 是 师兄 我曾经听爹说过 治心包弱之前 先要把心脏移开 立刻下针才能有效啊 移开心脏 你有没有见过 没有 我知道爹治好过这种病 博士 博士 出什么事了 黄先生 你明天不要到医院去 博士 请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张经理的姨太太到处请律师 请记者 贴广告 什么 我们诚心诚意的忙着想办法帮她丈夫治病 他都在背后想安算我们 黄先生 明天不要给张经理治病 不 博士 病一定要去治 不去 他们反而说我们造存坏心 不敢去治 不敢就不敢 吃亏的又不是我们 博士 我听我师妹说 我师父早就治好过这种病 也就是扎心包落 好样的 真正的医学家 博士 你再来 打我 黄先生 我 我是在寻找治病的方法呢 移开心脏 师兄 师兄 如果你 一针把张经理扎死了 那你叫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师妹 你们 既然我知道心脏上疑的方法 但能否把握住 这千钧一发的下真实机 我也没有十分的信任 倘若我又不測, 这本针灸大权就由你继续完成吧 你派几个便衣, 跟在黄先生的周围以防意外 我来介绍这位是张经理的太太, 这位是黄时平先生, 请坐 谢谢 请 黄先生, 这次给张经理治病, 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有 治病, 治病, 是想把病治好啊, 要是把人治死了, 那 张太太, 你还没问我能不能治好, 怎么先想着张经理会死呢? 黄先生, 你真会说话啊, 我当然是怕张经理出意外嘛 黄先生, 如果真的出了意外呢? 当然由我负责 这责任怎么负呢? 你不是请了律师了吗? 黄先生, 我是张太太的律师 我要提醒你, 死了人是要偿命, 如果你怕负责任的话, 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 律师 律师先生, 我想提醒你 这里是医院 哪有病人强迫医生签字的道理 原来你们是拿我丈夫做事业呢? 好, 好了 把文书拿来 我签字 刚刚发病吗? 这几天每天都发作 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好让病人自发自行 把他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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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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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你为什么要打他一拳 好移开他的心脏 你诊着点 就到了 医生 他肚子疼得受不了了 快替他看看 师父他不在家 求求你了 替他看看 求求你 好 你等一等 谢谢 女菩萨 求求你救救他命 快把他扶到椅子上 到这边坐 坐好了 快点 快把他扶到椅子上 快去 不得了 出了人命 不得了 有人给扎死了 你们快点进去看看 有人在里边给扎死了 你快点进去看看 就是他扎死人 我们回去 等等 我是自己人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人命关天不能放人 就那么一根小小的金针能够治病 中国的针灸科学真是妙不可言 喂 喂 是的 是的 妮猫 十平 出什么事了 师傅 他被警察抓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不得了 去给他扎了一针 我不知道怎么着 他就倒在地上了 一会就不动了 怎么办 你快想 别急别急 中毒了 我的金针有毒 尼尼 快 抢救病人要紧 不会的 我的金针不会有毒的 快 快送医院 快 师妹 有人陷害我们 师兄 能保住你 我就放心 时间大了 大家进去 师妹 走啊 师兄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走 师兄 师妹 你回去吧 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吗 是啊 如果有半句假话 您烧我的头好了 求老爷开恩哪 那只毒针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来的 叫他画共 大总 黄石平是被人陷害 若不严惩凶手 恐怕 民怨难平啊 大总统 最近我的腰有隐隐作痛 你叫黄石平早日进京啊 哦 这 黄石平的师妹还关在监狱里面 是非曲直还没有明确 他怎么能够安心给大总统治病 哦 呃 来人啊 是 传我的话 把人放了 是 谢谢大总统 你们检查一下X光级 哎 别误会 我也是一个有名的德国医生 我怎么会做陷害人的事呢 我只是对他有怀疑而已 我始终认为医学是不分国界的 事实证明黄先生的针灸医术是科学 我总有一天要跟他较量一番 我就不相信会输给这个魔术师 金针若能增加西医的解毒妙处 日后就会威力更大 师兄 你不是用金针为人解过蛇毒吗 嗯 是啊 这是应有相同之理 用表现之法 师兄可以试试 不行啊 此毒不知何物 是不好要送命的 当初用金针曾经伤过人 怕伤人又怎么能治病呢 嗯 小心啊 这针有毒 师兄不敢试试 难难 是别人出了问题是我的过错 是自己中了毒后又不能动它 怎么能了解其中的奥秘 又怎么能找到解毒的方法 谢谢 谢谢 黄先生 听说点血能治人死也能使人活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们家乡称它为五百钱 这是什么道理 它能使人的血脉或通或阻 黄先生 能在我身上试试吗 不行 这不是闹着玩的 黄先生 真的 我想尝试其中的感受 用我的经验和医学来研究你的金针科学 卢子博士 弄不好会出准命的 亲爱的不要试了 不要紧的 黄先生 博士 我了解你 但是 我不能在你身上试 为什么 如果在别人身上试 我得到的只是表面情况 在我身上试 我得到的是知识 我明白 但是 我不能这么做 难道 我还不如邱云姑娘 一个真正的渔血家 为了寻找真理 是要付出代价的 博士 不行 我不能这么做 走 我们走 博士 对不起 博士 亲爱的 你不要激动我 博士 好吧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吧 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你不能够离开家 我要守在你的身边 好的 我一定等你 谢谢你 黄先生 动手吧 已经动了手了 是吗 会有什么反应呢 好 医生 黄世平 在罗博士身上 点了两下 说他 明天过了十二点钟 就没命了 你走吧 哦 好 老爷 什么事 有封信交给您 母病重 请接黄世平素饭 为了研究中国气功的医学价值 我自愿请黄先生 在我身上点血试验 如果发生不良的后果 均由我自己负责 我夫人可以作证 与黄先生无关 可以吗 别哭了 我是说万一 不 你瞒着我 你已经有反应了 不要紧 难道你不相信黄先生 你要活着 我爱你 我爱你 亲爱的 赶快叫黄先生来好不好 不要紧张 黄先生会来的 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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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血管受阻 心血不足 头晕是仙照 好 亲爱的 你们来干什么 老师 院长要我来请你去检查病毒 他 尊丽卡 检查什么 我有什么病 尊丽卡 你们放开他 老师需要治疗 混蛋 滚开 快走 尊丽卡 你放心好了 院长要亲自检查 出来 今天我要做一个医学事业 任何人都不准放进来 快过准备好 今天我要用最先进的德国医术 战胜东方魔阵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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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德国医术救不了罗茨 我就不相信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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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往远门口等我 快走 还想走 害得我在青龙山等了你一天一夜 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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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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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cars 快去找师傅 海魔王快去找师傅 快走 快走 我不走 快去找师父 放下 你踢我 放下 要不然也打我 放我 师姐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白风小心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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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她是谁 她只是我说的那个疯子 立场讲的王爷 海鹏 海鹏 快 原先起床 我 罗慈 你醒醒 快点醒他 快点醒他 看什么 走 我们走 等一等 罗飞 你们从前门走 我从后门进去 好 走 走 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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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动手 你看十二点已经过了 他还没有死 是我救过他的 亲爱的 你怎么样了 我没有死 我好像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回来了 扶我起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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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的《追魂针》 演唱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